五一廉價盯緊防疫進度 但更重要的是 林森前櫃大火燒出公安危機 聯合機查到底有沒有疏漏 黃珊珊不認放水推給時間不夠 大家會說之前為什麼都合格 現在怎麼都不合格 那聯合機查就是可能 就是他們一個晚上抽四家 一家不到半個小時 的確是他的時間 人力都有相當的 需要檢討的地方 市所大火後 68間機查就有17間勒令停業 不合格率2成5 其中前櫃就佔4家 諷刺的是林森前櫃三年機查 26次通通合格 火警卻造成六人無辜枉死 安檢機查那個環節出了問題 必須要深自檢討有關 我們抽查跟普查 跟我們在發現違規之後的處置 是不是要有一個強度 更強的方式 北市針對八大行業 聯合機查結果 2018年第一次完全合格109件 第二次全數合格117件 2019年第一次完全合格108件 一項不合格4件 今年第一次更是全數合格 總計111件 再到3月初128件 封閉娛樂場所安檢也全數合格 含六間錢櫃 但4月26號林森前櫃大火後 27號起大動作機查 高達11間電影院 4間錢櫃 1間好樂敵不合格 遭質疑安檢根本敷衍了失 哪有3月通過4月大火 可能消防檢查的落實度不夠 KTV機查失效安檢本來合格 碰上大火後不合格比例高 涉及公安重大議題 絕不容放水 柯文哲再不拿出態度 將反映在施政滿意度上 接著陳旭為文哲SNG小組 台北報導